1月12日 英国首相苏纳克突然访问基辅 双方宣布了25亿英镑3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 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合作协议 这是作为去年7月份 七国集团G7宣布的安全保证的最终确定的双边承诺 新宣布的援助计划包括防空设备 反坦克武器、远程导弹以及对乌克兰士兵的培训 这一笔款项还包括有史以来最大的无人机援助的承诺 在25亿英镑中 至少有2亿英镑将用于为乌克兰采购和生产数千架军用无人机 包括监视、远程打击和海上无人机 这次苏纳克在基辅的访问 对抗击俄罗斯的乌克兰雪中送炭 这是英国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32亿美元的援助将在2024年完成 安全协议还规定 伦敦承诺在10年内坚定支持乌克兰 两国将在军事、海上安全、国防工业、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网络安全领域建立全方位合作模式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英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协议是前所未有的 将进入乌克兰国家的历史记录永远再入实测 苏纳克12日上午乘坐火车抵达基辅 他还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表了演讲 称自己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 向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发表讲话 在讲话中 苏纳克以英国在1940年的至暗时刻 与现在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残酷境况做比较 并说正向丘吉尔当年告诉美国 给我们工具 我们将完成我们的工作 现在给乌克兰工具 你们将完成你们的任务 胜利属于乌克兰 乌克兰陆军司令希尔斯基接受路透社采访表示 乌克兰需要A10攻击机以取得地面进攻的突破 A10将为乌克兰地面部队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 帮助他们在对抗装备精良的俄军时掌握主动权 他表示 A10对地攻击机在许多战争中证明了自己 它能发射多种武器来摧毁地面目标 以帮助步兵A10攻击机是一型单座双引擎攻击机 A10攻击机依靠强大的火力专门对地攻击 是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 包括攻击敌方坦克、武装车辆、重要地面目标等 A10攻击机在北约大规模空袭南联盟的作战行动 以及伊拉克海湾战争中 表现了无法被撼动的独特地位 能够有效对付利用地形掩护的地面部队 其实施精确打击能力已经超过了F15 F16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美国手中还有很多可以帮助乌克兰取胜的武器 美国会在需要时提供这些武器 这里将继续跟踪报道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动态 请订阅以获取最新资讯